大家好, 今集是錄影節目 先跟大家看看近尾市, 港股走勢到底是怎樣 現在3點15分, 升幅下午擴大 就升到191點31133, 似乎較早之前 恆生指數在兩三日前, 其實都可以站穩在311這些水平 不過, 你說成交方面, 影真人馬上將未來的升幅 即是衝景打折扣, 為甚麼呢? 因為到現在為止只有754億, 還有45分鐘收市給盡他 今天八度問, 九百都好, 真是笑到合不合口了 所以, 應該今天是小成交之下的一個反彈 尤其是當大家見到, 動到指數方面的 個別呢, 其實你見到騰訊, 企不穩415417 個別是有升幅, 但全部都是油股 你要買好油股才行, 否則煤股, 神華, 作為代表 其餘都真的沒甚麼表現 變成你都是掃回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以致一眾油服 今天都給大家多一個因素 你看到, 八五七中石油去到成交額榜第三位升了6% 為何它的升幅可以跑贏其他中海油, 中石化 甚至乎, 留意一下, 八五七今天有個突破 突破了, 就是較早之前, 今年一月的時候 股價曾經最高收過在六個四毫八, 現在六個半, 收得都不錯 究竟是甚麼因素支撐? 原來呢, 伊朗方面傳媒的報導 法國那個叫做Total達道爾 這間公司可能退出在伊朗方面的一個叫做石油項目的參與 最主要是因為, 我想都是跟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所相關 法國究竟, 聽不聽美國說呢? 會不會退出呢? 如果會的話, 退出了之後, 誰接受呢? 原來就是中石油, 八五七接受 所以, 你見今天中石油八五七的升幅 是遠遠跑贏了另外兩桶油 當然跑不贏那些發癲的油服股 但大家都見到, 中石油呢 升穿六個四毫八的機會呢 其實是高的 如果升穿六個四毫八的話呢 我會將下一個目標呢 看到去七個四 七個四 正如今早跟大家講過, 七個四的位置 有課的朋友仔呢 就算今天站不到六個四毫八 又如何啊? 都是揚足一支 如果想追上買的話呢 要 make sure 升穿六個四毫八才做事 好了, 看到一些油服相關 亦都是厲害的 今早一開始跟大家說 一二五一 華郵能源 亦都明顯突破了一月份當時的頂位 跟大家又報一報吧 一二五一華郵能源 一月份的時候呢 當時最高呢 就開1.01 現在1.16 油價就上升 這隻呢 又上升 清了1.01的重倉呢 其實呢 幾free 成交呢 今天很厲害 如果你問下一個的目標會是多少呢 1.41 我想中五答過大家的了 大家自己看著了 看路啊 不需要太過進取 不過呢 見到事實上呢 走勢呢 又真是幾吸引人的 這方面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 看完其他的一些板塊 各樣因素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因為當你看看 活躍成交額磅 就是三種有 但是當那個活躍的 正股升幅王 二十大成交 即二十大升幅上面呢 你看到 還有TSC 安東 這些呢 巨圖 這些似乎都是 比較厲害少少的 大成交 華油能源 宏華 還有中石化 又伏 很明顯今天 完全是炒這些 所以呢 大家自己留意了 有貨的話 保持著 我覺得今天升多少呢 都是其次 最緊要起到浪 至於如果沒有貨的朋友 那就儘管參照 剛才我所看的那些股份 看看是否適合大家 好了 其餘的股份方面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說的 即是 今天事實呢 若股呢 又是的 曾經跌過之後 又升回到 你看到 874 白雲山 站在37樓上 那六葉呢 今早起床 都最低落過 9.3 現在都9.6 倒升回兩毫子 即是百分之二 那至於 咦 不如講一下 內房 因為內房呢 我經常說的 我經常覺得 市只要企企利利 不要塌樓的話 跟手下一個板塊 就是內房 是不是有講過呢 很多人都聽過 都是近幾天講過的事來的 看回現在3點20分 左近 碧桂園 升到1毫子 0.5個百分點 恆大升1.4 華潤升3.3 融創2.6 萬科 1.4 封城 1.8 世貿 6.9 新城 這隻我喜歡 2.7 厲害不是他最厲害 差也不是他最差 最厲害的是世貿房 6.9 最差的那些 零點幾 它升到2點幾 好了 又不如同大家看看圖 大家我想都餓了很久 或者有課的話 悶了很久 究竟 這隻是不是起浪 今天夠不夠你所說的動力 是起到強勢 就去追呢 好了 我看回了 早前 一路橫行 尤其是有支陰燭6.8 我覺得 今天其實可以再做好一點 如果站到6.8 我就覺得 它可以挑戰前頂 如果站不到6.8 我還是覺得 它是橫行 門 不過 好款了一點 如果想真心看好 偷步 甚至乎各樣東西 偷步不是不行的 今天股份方面 成交都有在 偷步的話 一定要確認 它升穿6.8 才可以加貨 偷步是少著 試水溫 好了 看完其餘 如果看到剛才 8.13 世貿房 現在說說說 還升7 因為本身這隻股份 平時 要是不炒 要是 都幾好炒 好了 升8.7 一支陽燭 成交得補了上個交易日 當然 你會知道 我一定會看回較早之前的走勢 包括 總括就是 3月19日開市位 23.4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23.4 現在23.1毫半 企穩之後是怎樣 企穩之後最高的收市位 就出現在1月23日 25.2 所以呢 兩個價 一個23.4 一個25.2 現時 沒有貨的朋友 其實千萬不要想著 升了7 其實都很高 怎樣追 其實我認為它還未夠高 它最好 可以再高一點 去到23.4 我就覺得它就破頸線了 跟手就看25.2 當然再跟手就看新高 所以呢 有貨的朋友 穿雨不穿到 都保持著 沒有貨的朋友 就先拿著 沒有貨的朋友 就等 等企穩23.4 才再做 當然 今天其實 中午 都有人問過 3380 龍光 而我 亦都跟它說 好東西來的 不過 就看看 究竟什麼時候起浪 才買 因為 即是股份 不覺不覺 其實它就破了頂 但是呢 就是 它沒有什麼大成交 變成 就是它慢破 又不同 快破 慢破 雖然是成熟多少 更加可靠 但是沒有成交 你沒有那一下震撼 即是 爆爆聲升上去 那一下震撼 所以呢 所以現在這些位置呢 我只是這樣看 我覺得 嗯 暫時 有貨一定維持 無緣無故 都落了上去 沒有貨 我略嫌成交不夠 今天 連過去四天 總共五天 是多了一些成交的 你喜歡就偷報 其實偷報都合理的 因為 破頂先偷 它其實已經破了頂了 那 就真的等成交 所以成交到呢 亦都到時 都要追 那如果 不想到時 完全是由零開始追的話 現在就找少少渣拿 先拿 這隻會是我比較喜歡的一隻 內訪股 來的 那這隻是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到 真是強勢的呢 其實除了813之外呢 有時候呢 都可以看其他那些 包括 817 金貿 其實如果真的說炒 它不輸蝕的 不過今天暫時的升幅 只是3.6個百分點 未曾升穿3月2月份的頂 所以暫時不吸引 那最後呢 講完這隻 1813 世貿房 這隻 即是1813 合景泰富 都是熱門的東西 較早之前呢 12.94 13.02 即是簡單說 13.02 需要站穩的 站穩之後呢 就再看高一線 看到13.07 所以 就 有貨的朋友仔 抓住 看看內訪 是否終於起動 我寧願選這些 都好過選那些 什麼2007 除非你本身都已經 不是 有的了 有的就是有 有的繼續持有 就可以了 否則如果完全沒有 可以留意一下這一類 好了 其餘呢 其實股份方面 最主要都是講這些 那 我想 順宇和瑞星 和大家 最後最後 在原節目之前 今天 暫時這一節 就只有一節 那 2018 瑞星科技 他彈了幾天 我都說了 不要混 不要買 有貨就保持 不穿110公里 我現在沒有說他穿 不過你看 他彈到第三四天 他已經開始 又再回一點點 現在 112.8 記住 不要穿110 所以就說 未強的 不要加 不要加 好了 那 最後最後 看看 2382 2382 又是 彈到差不多 現在都開始 陰回來 又是 都是弱細股 彈都不彈得很多 看著 十天二 五十天線 都是踏著 大概 145元的位置 不希望穿 最後 看看 今早 我們玩遊戲 和阿華玩遊戲 就看到 我的選股 2666 都和大健康有關 就是因為 很多阿里健康 恆大健康 都爆了上去 這隻 我說明的 一定要站到 7.4才買 現在7.39 即是可買可不買 買了的話 又不用指示 可以看 下星期一 不用急 我覺得 衝得穿 就自然 不止 這一個幾毫 所以 看著這個價 至於 阿華的選股 1093 就是下星期五 會出季度 業績的石藥 1093方面 現在升了 1.4個百分點 23.7 升三毫半指 成交今天 也是 突破 你是破了 三月四月份的頂位 但是成交不到 所以 有貨一定要保持 沒有貨 成交那裏 另外有少少 concern 不過不要緊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撐得多遠 就是因為前頂 當時 4月6號的時候 開市位2255 其實現在這樣追 都是最多downside一毫 1元 但是upside還是在破天空 所以 有股的朋友 持住 不需要特別去擔心 沒有股的朋友 就看看 究竟嚴價追 還是等到2255的時候追 好了 報一報 現在 3點 29分 恆生指數 升幅又再小一點 不過都站到31,100 現在做31,110點 升168點 今天我不望很多 其實企圖31,100也OK 是不是升168點 還是60點 都不自在 最主要看回周末的時候 中美貿易戰的會談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消息出台 就看看下個禮拜 需不需要還是打31,000點攻防 今個禮拜的節目到此為止 下個禮拜一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賤